你肯定有过这种经历 只要一个人在家时 总感觉门口有奇怪的声音 你想看看外面是什么动静 但又不敢用猫眼去看 因为你生怕有人和你对视 这种现象被称为猫眼恐惧 那我们该怎样消除这种恐惧呢 结尾为你揭晓答案 这次的凶手就用猫眼杀了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凶案发生在酒店房间 除了死者本人 根本没人能打开房门 而房卡如今还在房间 现场门窗越全部锁死 显然 这是一个绝对密室 房间唯一和外界连接的渠道 就是门上的猫眼 更蹊跷的来了 房卡就落在死者身旁 说明女人死前攥着房卡 凶手不可能开得了门 柯南合理推测 门应该是从里面打开的 可多拉的一番话 又使柯南再度迷茫 死去的女人是当虎明星 因此常常受到私生犯打扰 在今天下午 她明明告诉经纪人多拉 除了她以外 任何人来都不会开门 柯南猜想 凶手很可能是骗女人开了门 在进门行凶后 用房卡锁住房间 再从门缝把房卡塞回去 可这也说不通 因为死者倒在卧室里 房卡不可能塞得进这么远 而且谁能骗女人主动开门 酒店服务员 不对 因为死亡时间是在午休时 服务员不可能贸然打扰 那是多拉 也不对 因为发现凶案的就是多拉 如果她杀了人 不可能还主动提供线索 此时 柯南已经隐隐猜到了凶手 那正是同为当虎女性的静香 最近 静香和女人因为抢角色 闹得很不愉快 就连发个朋友圈都要暗自较劲 白天在酒店里 两人相遇时还剑拔弩张 女人还扬眼 只要她拿到角色 就会立马爆出凶香的丑料 杀人动机已经确定 可证据是什么 难不成和丑料有关系 柯南翻出二人的抖音 发现女人生前发的都是自拍 凶香发的都是一些花花草草 这能看出什么 这时 小爱的一句话 让柯南瞬间醍醐灌顶 死去的女人虽然看起来刻薄 但一看她的抖音 就会意外发现她细腻温柔的一面 比如她拍的指甲油瓶子 全都是按编号顺序派列 柯南猛然一惊 案件的真相 她已经全部明白了 另一边 木木正准备下班 狂剑门铃响起 透过猫眼一看 原来是阿力博士 可以打开门 木木惊了 怎么是你小子 阿力博士被你吃了吗 众人来到进香床间 此时 门铃进再次想起 见鬼了 怎么又是阿力博士 你个老的什么时候有双胞胎的 可开门一看 门外的却是冤种团 木木的KTV都要烧了 其实 我们提前录下了博士的视频 然后再把视频 放在猫眼前播放 木木如梦初醒 所以进香一定是用这个方法 在录下多拉的视频后 用猫眼片女人开了门 巴嘎 这样发生后我才见到多拉 在那之前 怎么可能有机会拍视频呢 嘴硬 这就让你求吹得锤 多拉小姐 你今天因为工作 去找过进香吧 当时是不是看到 门上有个奇怪的信封 其实 那里面装的是手机 只要事先在新风上挖个洞 再把手机设置录像模式 把镜头对准洞口放进去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多拉 你想说什么呀老家伙 那房卡又怎么解释 锦香姐姐一定是用了遥控直升机 只要把直升机一头 用线绑上房卡 利用转轴把线绕起来 房卡就会被顺势带进房间 最后只要从外面把线拉回 在多拉发现凶案时 悄悄把直升机粘在帽子里 现场就悄无痕迹了哦 而让我发现这一点的 就是你房间的自拍棒 警方上线查看 自拍棒上竟沾满血迹 女人的抖音发的全是自拍 而你的抖音却从来不发 所以我才想到 你房间里的自拍棒 应该是女人的 只要进行血液检测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终于 锦香承认了罪行 原来 她就是个纯坏种 女人发现了她肇事逃逸的秘密 于是在抖音发布的照片里 用书名编号暗示锦香 威胁她放弃现在的角色 锦香害怕承闻败露 才利用猫眼睛门杀了她 家人们 看完这集 你还有猫眼恐惧吗 其实 这种恐惧往往源于未知 不妨想想 如果门上没有猫眼 你还会感到恐惧吗 不会 因为猫眼连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 我们不知道会看到什么 所以才总会产生恐怖的想象 比如 一双突然和你对视的眼睛